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文章 叫做武汉30岁律师遭枪击身亡 现场视频曝光后 更气人的事情发生了 一起来听 9月13日 湖北发生了一件令人心痛的真实事件 10点15分 武汉一家法律维权服务中心里 30岁的薛律师正在和往常一样工作 一个男人忽然拿着枪走了进来 他一眼不发 静止走向薛律师 对准他的脸开了一枪 薛律师瞬间满脸鲜血倒地了 周围人吓坏了 惊慌错愕间 行凶者转身跑出了门 被击中的薛律师来自甘肃农村 在武汉上大学 2015年毕业后就留在了武汉公所 出事的地方就是他的单位办公室 行凶者数之地点目标明确 初步判断是蓄谋作案 据说从进门到逃跑 一共不到两分钟 中枪的薛律师很快被送去抢救 可惜伤得太重 到医院时他的呼吸和心跳都没有了 抢救的医生说 凶手这一枪直冲头部 以击致命 子弹穿入了颅脑 目前还无法取出 要等法医解剖鉴定 这一突发惨案 令人震惊之余 也十分揪心 而案发现场 更令人揪心的是一个女孩子 在视频里 他撕心裂肺的哭喊 崩溃的站都站不稳 最开始有报道说 这个女孩子是薛律师的女朋友 案发之前两个人正在筹备结婚 后来有亲戚证实 薛律师已经结婚一年多了 有人说 现场惊叫痛哭的 并不是妻子 而是同事 也是他带的徒弟 在薛律师被凶徒枪击时 他就在旁边目夺了全城 难以想象 这样的画面 是何等的可怖和令人心痛 很多人看到这条新闻 第一反应都是震惊 光天化日之下 开枪杀人 哪来的枪呢 有目击者说 行凶者手上拿的枪 长约50厘米 像是一把喷子 也就是仙丹枪 这是一种长枪 近距离杀伤力极大 而《新京报》记者后来证实 凶徒拿的是一只自制的土冲 这是一种管型土造火器 专用于进展 枪从哪里来 目前还在追查 凶徒开枪后 大摇大摆地走出了门 他把枪塞进一只网球拍套里 在马路上抬手拦车 向上车逃走 第一辆车糊里糊涂地开过去了 车主都没有反应过来 第二辆车经过的时候 凶徒举起了手里的枪 表示危险 车主一时捡了速 但也没有停车 两次拦车失败后 凶徒看到路边 挺了一辆白色宝马 直接拉开后门上了车 车主是位男士 本来正在看手机 忽然看到上了一个拿着枪的人 吓得立马跳车逃生 然后凶徒自己开着携来的车逃跑了 当然 光天化日之下 众目睽睽之中 一个杀人凶手是不太可能顺利逃掉的 一个多小时后 武汉警方就抓住了他 此人姓雷 此时七岁 他说 自己和薛律师有纠纷 心生不满 所以开枪行凶 是什么纠纷呢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 雷某是一家工程公司的法人 去年五月 薛律师接受四位申请人委托 向法院请求查封雷某的公司 并冻结了雷某 共124万余元的银行存款 这家公司现在已经被吊销 雷某也被列为了失信人 被限制高消费 而他的房产 也疑似被法院强制拍卖 雷某没了公司 没了钱 也没了房产 还欠下了不少钱 被众人追债 他姑姑说 雷某一个星期前 还来借过200块钱 维持生活 正常人走到这一步 大多是反省自己 然后努力走出困境 可一无所有的雷某 却把自己的窘迫 都跪接到了薛律师身上 选择了一个最偏激 最极端的方式 发现不满 这是一桩令人震惊 悲愤的罪行 遇害的薛律师才30岁 刚结婚一年 本来拥有幸福的人生 公开资料显示 薛律师生前 曾多次参与普法宣传 同时说 他为人礼貌和善 是一个很阳光的小伙子 总是笑眯眯的 大学同学说 至今依然记得 薛律师大学的时候 自我介绍 是这样说的 我叫薛伟姓 伟大的伟 幸福的姓 这个阳光大男孩 可能永远想不到 平静的生活 会如此残忍地结束 不知从何时起 律师仿佛也成了一个高危职业 而这桩枪击案 最讽刺的就是 案发的法律维权服务中心 对面就是武汉 红山区法院 这个雷某枪杀了一名律师 而将来却需要另外一名律师 为他辩护 枪杀案令人震惊 而更使人意外的 是事件曝光后 一些网友的评论 有人一上来 就恶意揣测 这律师是干了什么 伤天害理的事情 遭到如此报应 有人一看遇难者的职业 便讽刺道 枪不是重点 重点是为什么要打律师 有人阴阳怪气 说律师的收入抽成很高 高收益就应该高风险 言下之意就是 他活该 有人用自己的精力 给这个行业定了信 还有人甚至凭借主观推断 就给遇难律师定了罪 有人说 他肯定是吃了原告 又吃被告 两头拿钱不干事 有人说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谁知道这个律师做了什么 才招来杀身之祸呢 有网友看不过去 争辩了两句 马上被怼到 你又知道了 希望有一天 事情贪你身上的时候 你也能这么善良 甚至还有人夸赞起了凶手 快以恩仇 无非于死网破 敬你是条汉子 是拥有什么样的三观 才能称赞一个如此残忍 偏激的凶徒 是条汉子呢 如果我们因为正常工作 站在别人的对立面 对方直接拿着枪 来找你解决问题 你会是什么感受呢 这些三观扭曲的评论 点赞都不低 让人看了不寒而栗 他们仿佛在评论一个电影的情节 完全不觉得 这是一件真实发生的枪击案 他们想当然地套入了自己的人生经历 带着对一个行业的偏见和仇恨 蔑视一个年轻的生命 没错 一个行业里总会有部分人 缺乏职业操守 令人生厌 但是这一小部分人 不能代表全部的人 何况眼下所有的信息都表明 薛律师不大没有做错什么 甚至还非常正义和优秀 他是一位法律援助律师 在替农民工打官司 一位博主找到了薛律师和雷某之间 那场官司的判决书 搞清楚了事情的原委 不知那些共情杀人犯 心疼他两百块钱都要见 肯定是走投无路的人 有没有想过 比欠薪的农民工 更是些省吃俭用 辛苦谋生的可怜人 薛律师是农村孩子 父亲也常年在外打工 他们一家人 又凭什么要遭受这样的劫难呢 退一万步讲 一个人即便有错 也应该有法律制裁他 如果人人都这样粗暴野蛮 快以恩仇 自己来决定正义的话 那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简直难以想象 有人就有江湖 有江湖就有纷争 社会需要法治 正义需要通过法律 才能获得维护 所以将来在法庭上 依然会有律师为雷某辩护 你杀了我 但我依旧要为你辩护 这不是维护你 而是维护法律 维护真正的正义 一旦法律被践踏 那倒霉的就会是每一个人 所以 越是事不关己的时候 我们越应该理性 客观地去看待和评论 人或于是 谁都会有不如意 我们每一个人 都需要学会如何看待 和解决自己的不如意 愿我们更理性 社会更安定 朋友们 我们共勉